夏日寒冰挑战 土豪老外又要做死了 这次他会玩出什么新玩意儿呢 双胞胎兄弟这次想泡澡了 在室外三个人一起泡澡 再往里不断的加冰块 看看他们到底要忍受多长时间吧 三个人一起去跳进石子里 天气炎热 玩玩水简直不要太爽 但是接下来就不太爽了 他们找来保安 搬来了非常多的冰块 一袋一袋的特别多 从他们的头上一起倒下去 这真不是一般的冷 小伙子已经瑟瑟发抖了 小伙子又拿起了一个冰块就咬碎了 不一会儿他的表情立马就变了 像是吃了辣椒一样出气 真的是太好玩了 最后他们要抱着并忍受15秒 看看他们到底会有怎样的表现吧 哥哥先上场 一把抱住冰袋子 这次是也太好玩了 他的表情变得越来越快 不过看着咱那么像师生孩子呢 轮到弟弟了 他的表情更加精彩了 15秒过去了 他已经被冻呆了 亮相的缩着间看着好可怜 在水中也有特别快的冰块 雷度已经到了零下16度 最后哥哥终于受不住跑出去了 视频的最后一起来玩个游戏吧 如果你能打出这个字 让我教你什么都行